大家好 我是高崇杰 高sir 最近有很多网友都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收不到我们的相片通知 在这里给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其实我们每一个频道的右手右下角 都会有一个貌似一个小钟或者是铃铃的物体 你一定要全部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当我们上片 你们就全部都可以看到了 立法全民强制检测 另外就是应该推动打疫苗 是跟这个健康码挂钩的 另外如果真的去到最恶劣的情况 甚至禁足令我们都一定要收藏 我是傅建池 来自法律界和教育界 现在香港的疫情非常严重 百业蕭条 市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学生在家里学习出现了严重困难 全民强制检测是有必要性 迫切性和可执行性的 大家好 我是高sir 我是代表青年界别的 特首经常说大湾区发展 但是现在不通关 怎样大湾区发展 我们经常说全民强制检测 他说我们这句是一句口号 大湾区发展 现在他真的说到一句口号 因为不能回去 希望特首真的走到民间 了解一下什么叫民间疾苦 我们建设力量一向都很支持特区政府 但是我也预见到如果他再不通关 将会官逼民返 真是下去街看一看楼下街坊 问一下他 最重要是他的心声是什么 现在香港各行各业都很惨 我们见到有很多人失业 个个都在找工作做 在生活上大家已经很恐惧 我希望特首听到我们的呼吁 快点全民检测 我是邓荣耀 我是元朗区的区议员 听回很多低下阶层 有关这次抗疫政府是做得不太到位的 十个葫芦 七个盖 哪里有事发生就跟哪里 哪里有事发生就跟哪里 大家是完全是无保于事的 大家一定要齐心合力 我们留在家中 十四日 二十一日 一个月 其实很多都是没问题的 今天下午来到立法会 听何君尧议员主持的一个民意反映大会 好像个个都觉得自己的苦情是反映不到给政府知 我希望特首既然说自己打得做得能够聆听民情 能够知道民间的苦群 我们一定要支持清零和要通关 才可以北水南来解救苦群 大家好 我是代表游麻地妙街 歌浪歌度崇业田 我是徐玉兰 四月五月七月八月九月 未来的十月和十一月都是强制性贯同 政府完全师豪都没有资助过我们 希望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是叶志明 我是救生员 去年九月到现在都还没有工作 我太太又是迪士荣兼职 亦都是时薪 全部工作 现在就希望政府强制检测 和这个健康挂钩 我是John M 代表库库界的 这个疫情严重 这些行业都抚返了 很多外傭滞留在香港 都是要我们照顾 所以一定要政府通关和清零 我以前是学校老师 现在做着补习社 其实补习社很受影响 家长已经害怕到不敢让子女出街 保命重要 他们说 其实这样很影响我们的学生 青年人的质素 因为他们在香港 一天打机打到一刻 对面的深圳 他们天天很努力 很多人不肯去检测 政府无能 也都不愿意去做 这个两大阻力 在累我们大部分的人 各位同行 各位环保业界的朋友 我是罗耀荣 我希望我们行业上 大家努力去 在社会继续服务 因为我们面对的疫情之下 有很多屋院里面 它中了招 但我们同样 一样要去回收 我们希望特区政府提出 能够在疫情之下 大家一起 各行各业 能够重新复活起来 大家好 我是王辉成 我是导致保安和管理清洁的 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 就有40万的从业员 会在这里工作 但其实他们在最前线 最危险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从来没有见到一个逃兵 他们这么努力的工作 都是为了香港 我希望香港所有市民 都能够支持抗疫 希望就尽快清零 令到香港早日 回复我们的经济和健康 我代表美容界 真的要付冤 他们要付租 但是做不到生意 现在看到有些美容师 去做保安 做清洁 去找生活 去找租金 我希望大家合作 我们一起去做好这个防疫 国家现在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政府 不去跟随国家的做法呢 我是林思维 我是一个商人 我有很多不同的服务范畴 例如广告 家居服务业 人人无功去 经济死了 香港政府是没有能力去做到清零 一直沿着沿着有不同的 日日都有不明的源头的感染 四大专家都给过很多意见 但是当他们的意见 是不能令到清零的时候 政府是不是听多一些的意见呢 现在不是要专家告诉我们 怎样不行 而是要听怎样才行 我是Suzanne 赵丽娟 我是会计界的 因为疫情关系 其实对会计界的影响都很大的 服务客人都不断受疫情影响 而有很多就是关闭 或者业务受损 业务受损的时候 直接就影响了会计师的业务 内地的业务 其实在香港的行业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没办法通关的时候 没办法去到内地做审计 或者做其他管理的业务 如果是这样继续下去 香港会计师的竞争力 是越来越弱 香港是一个金融的中心 我们是需要尽快 香港政府和市民 全部一起齐心抗疫 我们要尽快清零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清零 和要通关 我要早日清零 早日通关 我要尽快清零 开口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我们一起要清零 要通关 我们一定要清零 尽快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我要清零 我要通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